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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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北韓突然之間 好像是想仇視我們中國 為我們中國幫助北韓那麼多 以及那麼長時間 竟然間他們仇視中國 不知道的 這是韓國媒體的報道 他們說金正恩疑似 將我們中國定成為宿敵 到底是否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跟著第二件事 就是有一個英籍的新加坡老師 在新加坡教書 他竟然間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跟著當然糟糕 教錯了些東西 怎麼讓他繼續教書下去 馬上被人解僱 然後永不錄用 我覺得 新加坡這個動作是做得非常之好 究竟這兩件事是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鈕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南韓的傳媒就說 金正恩是將中國突然之間定性為宿敵 好像是向我們北京表達一個不滿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報道 然後大家了解一下 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南韓就說 好像出現了一個不穩定的現象 南韓的媒體就說 朝鮮最高的領導人金正恩 在一次講話之中 將中國定性為宿敵 在之前 朝鮮也沒有派代表去足蹟 我們中國解放軍 建軍97週年的一個慶祝活動 南韓的中央日報 他就引述很多朝鮮即北韓的消息人士 就透露 金正恩最近 將會加大對朝鮮施壓的中國 將它稱之為宿敵 但其實說真的 我們中國 我看不到有怎樣對朝鮮施壓 真的看不到 其實我們中國一向都對其他國家很好 只不過 其他國家很多時候都恩將仇報 所以 所以 說真的 恩將仇報的人 和事 地 都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金正恩 他就發表了一些言論 這番言論的背景 具體背景和對象 都沒有得到一個確定 但是 可能 目標是說要表達對我們中國的一種抗議和不滿 南韓的報道就說 我們中國政府近來就對北韓採取了一些高強度的措施 包括加強對北韓走私行為的一些管束 即是說捉到他們走私物品 大佬 你走私物品 我們捉了 依法處理 不是 你犯法我看不到 是嗎 報道還說 甚至乎 有些走私物品 是金正恩 他自己用的 自己需要的 這樣 我們不會理得 走私物品 是誰需要 怎樣做 怎樣做 然後就說 這樣都捉 這樣都靠 這樣 這樣沒辦法 是吧 報道還說 金正恩的發言 在他們北韓 的黨軍組織裡面 是不斷地傳播的 這個亦都說 可能是可以作為一個行動的方針 在今年7月份 金正恩甚至乎是向駐華外交官下達一個命令 就說 不需要再看我們中國的臉色 這種指示 那如果你不需要看我們中國的臉色 那其實可以不用由外交官過來 是吧 報道還說 北韓近期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中國的不滿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北韓沒有派駐到一些代表去出席中國的官方活動 一個消息人士說 中國國防部在今年7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了解放軍建軍97週年的招待會 並且向朝鮮、韓國等等 所有駐華武官團體發出了一些邀請 但是朝鮮駐華武官完全沒有出席過 消息人士也說 不單在中國本土裡 在海外很多個中國使館舉行的一個建軍紀念活動之中 北韓都沒有派駐他們當地代表 當地使館的人員去參與 曾經做過韓國軍事情報院第一、第三次所長 即是第一和第三屆所長的 俄山政策研究院的客席研究委員 韓基范在今年3月份發表了一些報告 報告裡面就說 金正恩以前曾經都將中國稱之為宿敵 報告也說 金正恩在2015年裡面曾經說過 美國和日本是100年的宿敵 但是中國是5000年的宿敵 當然 這個是不是他想表達的意思呢 還是他想說些甚麼呢 不知道 比之下達一個指令 就說沒有中國他們都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哪怕這些小事 都不可以做出任何的樣報 首先第一件事 金正恩說 金正恩說 美國和日本是100年的宿敵 其實是錯 日本和美國 這100年來 是否只有100年和你宿敵 有點難說 而中國是5000年的宿敵 那抗美援朝是甚麼來的 還有 北韓在很 也不是很久 幾百年前 其實都是我們的一些附屬國 南韓當然也是 他們的韓服等等 是要經過我們的皇帝 去批准他們才可以穿著這些韓服 那這些叫宿敵 別玩了 當然他可能不太了解歷史 當然這些以前所說的東西 現在還作不作數呢 不知道 但是 這件事我覺得 我覺得 就可以證明一件事 無論是北韓還是我經常說的俄羅斯 我們都不可以完全地信 沒有一個國家 他們對我們中國是真正的好 我真的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只有我們中國 對很多國家 是真正的好 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而這個研究員 韓基范解釋就說 我們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2014年7月份訪問 北韓之前 就去了南韓做一個國事訪問 金正恩認為這是一種背叛 喂大哥 你和他不友好 那我們 其實不是和南韓不友好 那時候 我們是要廣交結有 我們要做外交 我們中國開放 對嗎 而自從今年6月18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 二度訪問北韓之後 俄羅斯和北韓就加強了一些軍事合作 關係亦都好像迅速地升溫 但是 同時 我們北京和北韓之間 即平壤之間的關係 好像出現了裂痕 朝鮮的平安北道和池江道等鴨綠江流域 7月份因為一些暴雨等各方面的事情 發生了嚴重的洪災期間 金正恩就向俄羅斯發出求路訊號 但是沒有向我們中國發出求路訊號 引起外界就是關注到 中國和北韓的一些關係的問題 其實說真的 任何國家 如果在不傷害我們中國的情況下 想和我們友好交往的話 我們都是無人歡迎的 但是如果你想 只是拿我們好處 又不是真的對我們好 我相信我們的國家 亦會有很多不同的註釋方法 早前關注北韓的一個 美國媒體NKNEWS 他們的報導就好了 為了慶祝韓戰 停戰協議 簽署71週年 北韓在7月27日在平壤舉行了一些活動 俄羅斯越南古巴的駐朝鮮大使 即是駐北韓大使也出席了活動 但是見不到中國駐北韓的大使 當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當然亦有很多不同的猜渡 但是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雖然現在我們國家和朝鮮和和北韓的關係 好像是OK 但是我見不到這兩個國家 由始至終是對我們中國好 只有我們中國由始至終對人家好 OK 接著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件很抵死的事 是沒錯 非常抵死的事 就是有一個英國籍的老師 在線上去教授一些課程的時候 稱台灣是國家 然後被人家開除了 永久就不如容 這樣 不可以是這樣 不應該是這樣 OK 那什麼事呢 就是說影片裡面 這是線上教授的課程 有一個英國籍的老師 在線上平台上課的時候 對中國的學生說台灣不是中國 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麼隔壁當然在旁邊立即制止這件事 並且就說台灣就是屬於中國 接著 這個老師竟然跟人拗罪 然後 那個線上平台 即是新加坡的這個線上平台 OK 新加坡把他炒了魷魚 新加坡做得對 炒了魷魚之後 並且重申一個中國的原則 根據我們中國的媒體 介面新聞的報導 中國文協教育協會 在日前表示 近日網傳英國外籍的老師 對我們中國學生灌輸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言論 有很多位網友 投訴和舉報 經權威部門確認之後 攝氏的單位是沒有資質違規機構 相關的一個沒有資質 即是沒有資力 然後是一個違規機構 相關的線上平台Apps 已經全部下架 違規的問題 還要進一步去做一些調查和處理 而這個英籍的老師 就任職一個中國線上英語學習平台 Ningl Star的一個平台 這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對學生不停強調台灣是 這個國家而不是中國的 亦都說台灣是沒法 沒可能是中國的 接著家長聽到當然是中他 接著又發生爭執 後來家長直接退出直播 亦都覺得非常有問題 接著把影片放出上網 引發了一個牽緣的大波 對,非常有問題 當然 幸好這次家長在旁邊 如果家長不在旁邊 那就大波 對嗎 當這件事發生之後 Ningl Star的公司發出了一個緊急聲明 公司堅定地擁護著一個中國原則 涉事的老師已經被開除 而且永遠不容 而Ningl Star的公司 在教師入職之前 會要求教師簽署一個承諾責任書 包括在售貨之中 不能出現政治言論 而這個老師已經違背了當時的規定 Lingl Star 是一間來自新加坡的線上教育機構 針對著五歲至十三歲的小朋友 提供一個英語課程 但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新加坡 新加坡 講的那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Singerish 即是他們自己的人都笑 是Singerish 是新加坡版的英文 當然啦 跟香港Trainers有些類近的 不過 新加坡的口音 有些難聽 少少 就是大家要調整的 這個新加坡的教育機構 說真的會不會追討他一些損失呢 因為他整個平台在我們中國 整個是沒有了 鏟起了 如果向這個英國籍的老師 追討損失的話 他都應該 挺飽的 這個英國籍的老師應該很飽的 那個洩款可能是數以千萬 甚至乎億萬計都不出奇的 而新加坡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之厭管的地方 你竟然間在一個這麼網絡公開的地方 的平台那裡 是公開地說一些 不實的政治宣傳 那這些 在新加坡裡面 是絕對不允許的 到底這件事件會發展成怎樣呢 會不會是追他錢呢 WOW 我都想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看看這個人 究竟可以怎麼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兩件事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來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